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超过十万位的慈祭环保菩萨 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一位 不仅弯腰低头做环保 也抬头挺胸说环保的人 什么人呢 让你看看相片 这位身穿反光背心 头戴的白色安全帽 手捧着纸箱的 就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48岁的刘明祺师兄 刘师兄是苗栗厚龙 第一位考上台湾大学的人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 毕业的他拥有结构技师的执照 曾经是工程顾问公司 副总经理 年薪百万 工作的时间长 工作的压力大 平均一个月 工作加班时数超过一百个小时 这么忙的人 在办公室跟吹冷气穿着体面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慈祭环保志工呢 而且他不仅一个人坐还要关怀台北市内湖区超过一百位的慈祭环保菩萨一起来爱护大地 想知道答案吗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刘明祺师兄 慈祭情环保路快乐的人生故事 在每周三的夜间环保中 内湖环保站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三十四个环保点的物资都会回到这里来 光是这里的志工就多达六七十人 而刘明祺承接窗口已经有四年了 在大家眼中 团体可是越来越灰魔有制度 光是这一大张签到单 两个月为一周期 细心就在细节里 温师兄 阿龚 爱麻烦你哦 目前的出席的状况是如何 从出席的状况 迁到了时候马上就可以显示出来说 是不是家业 事业是不是比较忙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启动关怀 那这是关怀的第一步 从迁到就可以来显示出来 赛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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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车的时候 今天天公作媒 所以天气还不错 待一个就出车的时候 小心安全 二号公園就好了 你中那里不用吗 哎呀 你中那里 二号公園 高师兄 你那个饭店 饭店那边 我现在去支援的话 我们从这边应该怎么走 大部 大部 谢谢 小心哦 这里的每个志工 都有专属的反光背心和安全帽 专业安全的配备 让志工更能发光发热 这也是出自于刘明奇的点子 穿梭人群中的他 建立制度 联络感情 更是大家的好榜样 这边是SPA 因为这边会 会 流很多汗 大汗淋漓 会流很多汗 然后会 筋骨非常的酥爽 他的十一柱形 真的都贯彻在上人的法里面 我举一个比喻 名词是用他从不喝外面的饮料 他一定是随身都带着環保杯碗筷 然后一定是喝半温的开水 我们现在我们的看板都要换新的 换我们标准的看板 刚好我们可以用这个板子 那个框我们刚好现在有找到 就是我们环保站这些资源回收 刚好就可以用到 这是非常棒的 谦虚的刘明奇说 其实很多创意 都是和大家一起脑力激荡的 除了怎么把事做好 他更重视 怎么把人留下来 他会不定期办茶会 然后有新法律的菩萨 然后他会邀约师兄共同来陪伴 大家可以像一家人一样 因为师姐也会提供点心啊 真的就是大家真是 一家花在大厅这样 很努力 努力当时都可以培养感情 然后又可以谈我们环保的事情 进来第二栋 不是前面那一栋 用这个遥控 上下然后光碧这样子 OK 可以来参加我们 今天周三夜间 环保的那个睡末 睡末茶会 那这算是一个感恩的茶会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机会电脑又会规化 茶会一开始 我们来办个茶会好不好 我说 那要在园区还是哪里 他就是 看有没有发心的一些 师兄也好 我们可以到家里啊 然后比较没有太多的压力的情况下 比较能成就一些事情 周三夜间环保 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小时 志工来去匆匆 为了培养感情 刘明奇想出了举办茶会的方式 相约志工在周末午后 也只有我们去有这个茶会 然后彼此心灵的一些交流以外 那有时候也会 透过这样子 边茶会边聊天的状况下 你无意中 你还会去了解一个人 这就是 在满岛的一粒经济 开始呢 他就是这样 医生组织自己做出来 我有一个老菩萨 八十几岁 开始做环保 所以我们现在说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做的父母 会 会 每场茶会 刘明奇都会缜密安排 有分享 有交流 除了培养感情 也让志工 对环保 此际更加深入了解 也难怪 这个菩萨奥 藉由大家的接引 能够日益茁壮 天海贤书 很多人做不完 天海米 很多人也吃不完 感恩明奇师兄 让我们所有的环保菩萨 不仅造福又修会 感恩你 大一台陶阶 明奇师兄 感恩 明奇师兄 感恩 除了你之外 黑头八两金 他家闲内主也来了 也是我们的委员 施理学师姐 感恩 阿明师兄好 大家好 感恩 两位是台大学长学妹 待会再说 那个故事 那现在明奇师兄 接下了 我们周三夜间 環保的总窗口 感恩 我感恩 我们王朝景师兄的传承 今天曹景师兄来了 感恩 感恩阿明师兄 大家好 说到台大 我以前也经常说 我也台大 在台湾长大 真的每一个在台湾长大的人 都要爱惜我们这块土地 那你以前在业界也是表现非常好 特别你是苗栗后龙 第一个考上台大的人 应该是让父母觉得引以为荣 就是要光中要主要出人头地 以前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小时候因为生长在农村 所以生活 比较没有像现代那么的安逸 那其实现在安逸的生活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梦想 希望有一个舒服的家 有一个安逸的生活 主要就是这样子而已 是 所以当你在工程顾问管理公司 就是身居药职 然后收入薪水也是一般人 可望不可及的时候 工作压力太大了 是 工作时间太长了 是 家里没什么生活品质 是啊 那时候师兄常常加班到晚上 非常晚 那一阵子过后 我会发现说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过的生活 刚好换到一个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加班时间 不会那么多 所以当下 当有邻居邀约我们做环保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可以啊 可以来试试看 那是 所以是邻居邀你们做环保 对 邀你们去做人文真善美 可能你现在就做人文真善美 也是有可能啦 因缘如此啊 那你第一次 听到慈忌 接触到慈忌的团体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没有错 我是去做环保 先做环保志工这件事情 是 因为我是对志工这件事情 突然有一个想法说 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 我的概念就是志工 那就是去做环保志工 才知道 原来这就是慈忌的环保 所以这个从五指登科的境界 转换工作跑道之后 变成福惠满门 做了环保之后 哎呦 真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 特别是曹景师兄啊 物色好人才啊 听说你观察他 观察他一两年了 我差不多做四年 我就开始想说要物色 来传承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对象 那我们民企师兄 有来做的时候 我就一直他观察 其实我不知道说 他做得很高 但是我觉得他的力量有高 他还有热忱 很有热忱 还有方法 我是说我都做 我都母的 他母都会用的 我就很欢迎 总算有人才了 所以交给他了 他真的落实很多以前 或许你想但是没做到的 对啊 比方说安全帽啦 对啊 反光背心啦 你看这安全帽喔 是每个人自己认过的喔 就是说自己 花自己的钱 保护自己的安全 刚刚有看到那个 汇车的就是那些 就是在贴车 贴车 贴车已经贴好了 买好了 就是说 一个是说 已经差不多好了 就 心情就放輕鬆了 一个不注意就拔下去 你啊 推到肩膀 扣一声好 孙子刺一条 快把我扶起来 我那时候推到五位 但是看一看 没凶都没办 对啊 好看 有反光背心 有安全帽 保护耶 真的 我们顺便自己的通计喔 从2006年 他有数据统计以来啊 咱们内湖夜间环保啊 已经成为菩萨的摇览喔 已经有150个人 因为参与环保 受证成为辞呈委员了 是 所以你自诩 这个地方是个菩萨翁 没错 所以你很用心投入耶 接了这个肿窗口之后啊 他率先啊 自己去买了一套衣服啦 听说他们是这个齁 对他的用心很赞叹啊 我们现在也看一书 我现在也拿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是人家在做实情的 连身的工作服呢 这曹景师用油头 他说我除了佩服之外 就是赞叹啦 哪有可能 这冬天又穿下去 这便宋也不方便啊 你为什么想要 穿这样的 这个连身工作服 来做环保 就是 我们去做事的时候 常常要拉裤子 拉裤子都没时间 但不需要拉裤子 爬高爬低都非常方便 他觉得做事都来不及了 根本没有时间拉裤子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一个做事 非常认真的一个师兄 四十八月而已 但是他宁愿让自己的钱少赚一点 但是要让他自己的生命的宽度厚度 更深更广 包含他也要传上人的法 怎么传呢 我们来看看 其实每天回到家都差不多七点了 那通常赶快吃一下饭之后 通常星期一晚上是读书会 星期二也是一个读书会 有时候是开会 那这些时间其实都是七点半 就会到联络处 要记得加水哦 东西都整理好了吗 OK 有有有 OK的 本上师兄一到五之间晚上常常都是不在家 他回到家以后换好衣服 那吃个饭 吃个饭都是十分钟就吃完了 回到家很少会说好累哦 或者是说今天这个 就是很少看到他有不高兴的神色 或者是很疲惫的脸色 他每天都是上班已经很累了 可是晚上去做慈祭的事情都是非常开心的 要把喜充满 大爷阿曼 又 又是一个很冷的天气 然后又是一个很温暖的时候 那这个时刻看到菩萨来的时候 不管是多少 总是我们会觉得有种风雨雇人来的感觉 看着人很欢喜 下班后的时间 刘明祈几乎都奉献给了慈祭 而且把公室 慈祭室都做好 举例来说 今天他是读书会导读 身为上班族 怎么还能抽出时间准备 他可是很用心的 身体的泪真是必然的 但是心里面的快乐 其实就是一种能量 觉得最主要是零碎的时间必须要会用 像我们在搭车的时候 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时时刻刻就是不能离开法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面讲了不懒是乐 就算是在家在属之人也要尽量放弃 就好像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讲放烟火 有志工以法入心 法入行来形容刘明奇 虽然有家业 事业 但对于传法这件事 他可是刻不容缓 用心的程度让人钦佩 那再来就是他对事情的认真 这是让我很感到很钦佩的地方 他对我们大爱台的每一个节目 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那就像资料库一样 一个录音的设备 然后还有一个播放的设备 所以他就是把我们上任的法 忠诚的全部都把它录制下来 那像这个国外要买回来的纪录片 这个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的节目把它录下来 然后希望能够 截取里面的一些精华 因为我发觉现代人真的是 很难定下心来 专业的录影剪辑播放设备 摆满了书桌 回家后的刘明奇还继续忙碌着 一天至少录下大爱台五六小时的节目 还得把它看过消化 再剪辑和大家分享 除了影片分享 三年多来 刘明奇每天还固定做一件事 就是把上任法语融会故事 典范集结成片 一天寄出一封信和大家分享 现在一天至少有三百多人 收到这封信 以前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看到美好的东西 然后没有办法给人家分享 那是一种折磨 所以真的是看到很棒很棒的东西 想要分享给我们这些好朋友 那就是那一念心 后来我就想到 我何不把他这句话把它截录下来 然后就可以去分享给别人 默默的付出 也默默的感染大家 刘明奇爱爱内寒光 要用不一样的方式 把法喘出去 真的很不简单 时间怎么运用 你这样睡眠不够 你是一早早你也是要上班 对吧 你在公司今次做经理也很不容易 晚上我跟大家报告 怕人 礼拜一晚上读书会 礼拜二晚上还有大爱营业读书会 他家家家平 他会跟我们这个同好者来分享 使用事业分享 拜扇的作业界环保就不用说了 以前又拜时还不是学法器 拜扇高底园区 这个承担太极拳这个讯息的联络 六日你就不用说了 有时候要要上课要传承 现在 你是自己觉得说多做多得 你用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态度 推着自己往前走啊 嗯 其实 我觉得是不能做双头啦 做双头 藏人一直说哦 修福也要修慧 那我发觉 我们蛮多人会 会固执在某一边 修慧 或者修福 那我们现在只要说 两种我们都花时间去做的话 自然就 第一个就会持久 第二个会使自己 一直精进下去 第三个会使自己 越来越快乐 那快乐就是我们的全员 就是让我们不断精进的全员 也就是福跟会 两个要并行的走 福会要祖尊 才能走的长久 你有一些回馈吗 我们人会跟你说感恩你 让我有一些开解啦 有一些收获啦 我发出去 比如说三四百封 那常常会有一两封 或者是说在园区遇到人 他就跟我说 刚好对应照 他某一天的那个心情 原本他的替帮 还是怎么样 想要退转了 原本是这样子 结果就是因为上人的那一句话 其实我都是借上人的法 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这样 然后更是鼓励我 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其实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你自己用心义 得到最多的是谁 是自己 你要让这么多人 收到你的信 你这个整理啊 要比别人更用心 当然 所以有对应到 你们的生活上 以前他的工作压力那么大 应该有时候会不小心 脾气啊 讲话深色啊 对偶尔会就是稍微不悦的脸色会在脸上 那现在 其实师兄是一个蛮内敛的人 他或许会把他的心情都 尽量放在心里面 但是在某个时候 他还是会提出来跟我就是谈谈心 聊一聊 这也是一种抒发情绪的一种方法 以法相会 是 谈的都是法 你也应该受益很多 有有真的 他是我的善知识 对不对 虽然他在外面忙 你把家里顾好 说实话要感恩他 是 那你没有后顾只有 当然 那孩子啊 说实话 两个都读高中了 对于爸爸 以前虽然工作忙碌 有时候还可以出去游山玩水一下 但是现在爸爸这么忙 到底孩子心里怎么想 当然做他开心 喜欢的事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 我也很谢谢他 就是 一直为我们这个家付出很多 然后又 一边做直接事 一边又 忙我们这边 真的很谢谢爸爸 谢谢 爸爸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假日可以少用一些电脑 然后多陪我们一下 比如说出去玩 还是干嘛呢 就这样 我不奢求什么 只要你陪我就好 亲爱的爸爸 慈祭这条菩萨道 是要走长长久久的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同行 在这条菩萨道上 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太累了 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 我希望我们就是 可以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那做多少事 随分随力 所以在这条菩萨道上 我们应该要细水长流 那也不要让自己累坏了 这样子才能走得长长久久 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除了宝贝女儿没有亮相之外 家里的另外两位成员都说话 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舍 你看你儿子 好像有点卑微的请求 你有想过要跟你儿子说一下 我想我很感恩我们家里的人都非常的善解 那所有今天我能够说有一些对大家有所贡献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家里的人的成就 所以我必须要非常感恩 真的是有一半 有一半如果说有真的是有什么功德的话 有一半的功德应该是归属于我家里的人 那当然在时间的部分 我是希望能够能够尽量 但是这种事我觉得随着他们年龄的长大 应该也会渐渐可以去体会说 这是为了大众的事 那为大众在做事的时候 其实内心的发喜是会很好的 相信你也了解 就像今年2014年的慈祭大章经 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 时间瞬间 上人说过了一天 他就少了一天 你也了解 四日已过米虽减 过年快到了 我们说阳年三阳开胎 今天师兄也要送大家好礼 他要公布他的email 大家脑猝鼻感觉 哇我也希望收到他整理过的这些 上人的这么珍贵的开示的资料汇整 他要把他的email公布 大家写信给他 他就把他加入他的通讯录来 那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份礼物啊 来感恩刘师兄 希望你带动过得多人 因为你的落实 知道说环保真的不是口号 要抬头挺胸说环保 也要低头做环保 好不好 让他们的未来更美好 祝你们哦 和家都平安 也感恩曹景师兄 伯乐四千亿马 感恩 谢谢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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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